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 下午好 我是七號參賽選手 楓璇璇 首先呢 我覺得非常抱歉的是 就是說因為我準備的不是很充分 所以的話呢 今天我還不能脫稿演講 也希望各位在座呢 多多包涵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的預賽 我雖然不能脫稿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能進入決賽的話 我一定能表演得更加精采 謝謝各位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 楊學子青春 創中華偉業 1919年5月4日 爆發了一場 轟轟烈烈的反義反攻劍 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 致使中華民族光歸史冊裡動人問卷 一批批勇至青年 從此走上了波瀾壯闊的奮鬥歷程 歷經磨難而不屈 寶長千辛而不衰 千錘百念而欲將堅強 補寫出一支支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歷史的車輪文歸前進 五四運動至今已九十年 作為一個青年人 特別是我們這些身處海外的華人青年 今天在這裡緬懷歷史 為的就是讓五四精神延續 正中華之邦 創中華偉業 愛國 進步 民主 科學 從鮮明地寫在五四精神的旗幟上 愛國主義始終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旗幟 有了這樣的愛國主義精神 中國青年運動就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然而我們九區海外 也有些華人青年是在國外長大的 也許有人會說五四運動離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太久遠了 那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已經過時了 對我們也沒有太大的現實了 在革命的年代 一場以大學生為主的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 用他們的青春的熱血和生命來實踐著自己對祖國的愛 而實至今天 當代青年遠離了國家和民族苦難的日子 遠離了社會動盪不安的局面 生活在一個和平年代 愛國主義對於現在的青年已經流於一種形式 一個口號 那麼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紀念五四運動 發揚五四精神 還有這個必要嗎? 答案是肯定的 念您曾告誡後人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叹 紀念五四運動就是讓我們通過歷史來展望未來 五四精神並沒有過時 反而是我們新時代所需 我們很有必要在新的形式下 重新認識愛國主義精神 均不見 我們的流法學子 對我們新時代的愛國主義做出了最好的詮釋 二零零八年四月 二零零八年四月 北京澳雲火炬 接力經過巴黎 這本是令所有在法華人覺得自豪和興奮的一件事 但是藏獨分子和一部分無知的法國人 利用這個機會以大作文章 丁倒黑白 我們的流法學子毫不畏懼挺身而出 我們手舉薄旗 身穿我愛中國的衣服 高海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用實際行動來捍衛祖國的尊嚴 維護祖國的領土 在護送火炬的代表當中 有一位二十七歲的殘疾運動人 以晶晶 當火炬傳遞遭到破壞和干擾的時候 他用自己殘弱的身軀來奮力保護火炬 讓火炬得以繼續傳遞下去 他是我們當代青年的榜樣 他是我們當代青年學習的楷模 他是愛國主義的典範 五四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 中國青年也豐富和發展到五四精神 時至今日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 已經發展成為了敢於學習 勤於學習勇於創新 甘於奉獻的精神 這也是我們當代青年 對青春的追求和使命 勤於學習是青春的基礎 當代青年正面臨著世界經濟和科技 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期限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和未來 歷史責任重大 因此每一個青年人都要刻苦學習 和掌握必須的技能和本力 與時代同步與祖國同行 在這方面我們的留法學子 也有許多佼佼者 前全法學聯程鵬 就是其中一位最傑出的代表之一 他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 數載寒窗苦讀獲得了愛特斯馬賽第三大學 《防險法》的博士學位 而且在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獲得了最佳評語 以及出版許可 他並在同年通過了考試獲得法國的律師資格 目前他就職於法國一家保險公司的法律事務部 陳鵬的例子告訴我們 他只是千千萬萬鐘留學生的一員 我們作為留學生這一特殊群體 比國內的大學生更有優勢 因為我們既接受過中國的高等教育 也接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 就應該把兩者結合起來 取長不斷 按照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 努力成為社會急需的高素質人才 勇於創新是青春的特色 經濟全球化不壞創新型人才 這就要求我們當代青年要具有強烈的創新精神 在實踐中要不斷研究新情況 解決新問題開闢新境界 形成新認識 只有這樣 新發育新創造 新創意 新開闊 才會是在各個領域中不斷的湧現 青年時期是最具有創造力的時期 青年是最具有創造激情和創造潛力的群體 曾記否在座的很多老一代的華人 在把華人只是在餐館 只是在餐館之一 以及超市的行業打天下 而如今的華人青年 已經在法國的經濟文化科技 甚至是政治領域涉足 為自己的事業和前途 創出了一片精彩的天空 干預奉獻是青春的體現 在奉獻中確定人生目標 在奮鬥中建功立業 這是一切有志青年 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好體現 奉獻是成功的精神境界 美好的人生追求也是成就事業的前提 青春、青年朋友只有在會祖國和人民奉獻時 青春才會更加亮麗 自身價值才能得到更好的實現 而且據現在的調查顯示 我們現在每年學生歸國 回國微博效力的留法學者人數 已經越來越多了 而且還多於超過了現在來訪人學的人數 而留在法國工作的華人青年 也有很多在為中法的文化、經濟、 本科技方面的交流 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我們只有把個人的命運 同祖國的命運緊緊的聯繫在一起 把個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當中 自覺的服務祖國和人民 無私的奉獻社會 才能在社會實踐中 實現永恆的青春、無悔的青春 青年朋友們 韶華易老、青春一世 趕快揚起青春的風帆吧 讓我們點燃五四精神的明燈 為中華之振興而奮鬥 為中法友誼之長存而努力 謝謝各位